潘振崇第三回合月升第五法新社 记者赵新天综合报道 台湾好手潘振崇今天在圣地牙哥Towry Points球场打出五个博地 一个博技68杆坐收 以总计208杆在美群赛农保公开赛第三回合月居并列第五 潘振崇在最后二动连续博地收尾 第十八动他推进24尺的博地尤其兴奋 这动他开球打进球道沙坑 第二杆又掉进右侧长草 索性这个掌动他还是收下博地 连续三回合小潘都打出红字成绩 排名也持续上升 去年他在这座球场曾经并列第二名 瑞典选手诺伦靠着最后六洞打下三个博地 以69杆完赛 总计205杆成为第三回合的领先者 他在前九洞曾赚进一只老鹰 但在第十二动物入沙坑通下双搏迹 领先者帕马这回合只打出73杆 总计206杆一杆之差退至第二名 和姆斯和韩义美籍的金向元 同以207杆并列第三 许久没进美巡赛是决赛的老虎武兹 这回合开球仍没有起色 索性推杆手杆不差 打下四个博地 两个博技 70杆完赛 总计213杆并列39名 排名上升了26席 武兹法新社 武兹法新社